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黑猫警长拯救美女的故事 猫的宝恩 故事开始,小美唯一的亲人祖母去世了 留下了孤单一人的小美 只有她的宠物猫小黑一直陪伴着她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很多慰藉 祖母说过,悲伤是即将到来的幸福的前奏 小美铭记着这句话,慢慢地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这一天小美看见小黑的腿受伤了 于是帮她处理了伤口 绑了一个粉色绷带在上面 顿时少女心满满 小美突然感到很孤独 她每天只能和一只猫说话 她自言自语,小黑要是个人就好了 小黑的眼里闪着奇异的光 似乎听懂了她的话 就在这天晚上,小黑失踪了 小美四处寻找可是都没有小黑的踪影 突然,她听见一声猫叫 寻着叫声过去,发现一个男人倒在地上 善良的小美把男人带回了家,悉心照料 我们姑且还是叫她大熊吧 大熊的行为十分的奇特 小美递了一杯热饮给大熊,想让她暖和一点 可大熊伸出舌头,探了她水温就放了下来 说她不能喝热的 然后在大熊用过的毛巾上 小美居然发现了几根猫毛 这时,大熊突然提到了她去世的祖母 还用悲伤是即将到来的幸福的前奏这句话来安慰她 小美很惊讶,除了自己还有人知道这句话 这一切都太凑巧了 为了报答小美 大熊提出陪着小美出去散散心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小狗 大熊瞬间警惕地跳到了小美身后 十分害怕的样子 小美有些忍俊不禁 看到小美笑了,大熊也变得很开心 接着他们一起去坐了缆车 小美的心情开朗了很多 最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猫屋 里面各种各样的小猫 让小美想起了失踪的小黑 一时有些伤感 这时,大熊走上前发出了几声猫叫 瞬间,所有的猫都神奇般围绕在了大熊身旁 小美脑中浮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 难道大熊是猫变的吗 在回来的路上 一个小女孩站在树下哭泣着 小美上前去问才知道 是因为气球挂在了树上 树很高 大熊却很敏捷地爬了上去 把气球取了下来 在她爬树的过程中 她的脚踝处露出了一截粉色绷带 和小美给小黑记的绷带一模一样 小美不可置信地问她 绷带哪里来的 大熊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终于承认自己就是小黑 这次回来是为了报答小美的恩情 并且答应小美会永远地陪着她 就在两人回家刚到家门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无赖 他们威胁小美要她卖掉房子 还对小美动手动脚 大熊健壮上前保护小美 却被打伤了 小美又心疼又感动 她终于相信了大熊就是她的小黑 小美去拿医药箱为大熊擦拭伤口 大熊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伸出舌头舔了一下自己的伤口 但是渐渐地小美发现大熊会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外出 而且发现祖母的屋子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她离开时家里只有大熊一个人 于是小美问大熊有没有进过祖母房间 大熊否认了 这天晚上小美做了丰盛的晚餐 她问大熊要不要喝点牛奶 大熊答应了 她最喜欢的就是牛奶 可是小黑是不喝牛奶的 小美越发地怀疑了 她故意把牛奶倒在了大熊的衬衫上 提出要帮她洗衬衫 然后在她的衬衫里 发现了一张两周前的罚票 可是小黑却是在两天前失踪的 她发觉到了 大熊并不是她的小黑 小美惊恐地想要逃跑 却发现门被焊死了 电话线也被剪断了 大熊终于凶相毕露 要小美交出房子的房契 原来大熊是一家电器行的 在给他们家里装空调时 安装了窃听器 她听到小美给猫说的话后 寄从心来 装成小黑骗取房契 而且当时全部的猫围过来 只是因为大熊的手里 当时拿着猫粮 小美想要逃走 却被大熊抓住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个警察闯了进来 小美趁机咬了大熊的手臂 逃走了 警察击倒了大熊 拯救了小美 紧接着大批的警察赶到 将大熊送去了警察局 临走前救她的警察 温柔地看着小美 并向她敬了一个礼 转头离开的时候 嘴里还说着 悲伤是即将到来的幸福的前奏 然后她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看着左右没人 化身成了一只黑猫 在家的小美看到小黑的归来 十分开心 她觉得她就是一个笨蛋 猫怎么可能变成人呢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我觉得最佳情感的方式 就是真诚相待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不论是人与人 还是人与动物 这都是不变的相助方式 只要我们做到了 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动动您的小手 就是对大熊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